一度发表可被视为引导会员涨价言论 而被竞争局提醒的穷乔咖啡酒餐商工会 属下会员过去一个多月 独立制定啤酒的价格 以免抵触竞争法 消费者协会说 会继续监督市场上是否出现不公平标价 南开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酒精税2月底宣布调高时 穷乔咖啡酒餐商工会当时指 一些咖啡店可能将原本一瓶6元的啤酒售价 调高到超过7元 结果竞争局要求工会 避免发表可被视为 鼓励或引导会员涨价的言论 一个多月后 据工会观察 旗下会员的啤酒价格上调不一 有的起5毛钱 有的高达2元 调价幅度大另有原因 据工会观察 酒价上调后酒客没有减少 但消耗量确实少了 消协受询时指出 根据估算一瓶酒只赢涨价4毛钱 如果涨幅超过酒税上调幅度 应有合理理由 竞争局则说 唯有商家独立制定货品价格 消费者才能享有更具竞争力价格 而本地第一期价格操纵个案就是实例 16家快车服务公司以及他们的商会 在2006年和2008年之间 操纵来往新马快车服务的车资 在竞争局瓦解价格操纵案后 快捷服务巴士的车资 价格已经下降了约11% 从2011年4月到去年12月 竞争局处理了335起违反竞争法的投诉个案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